Hello 大家好 我是秀时 现在是8月16号的凌晨2点钟 我正在首都机场航站楼等飞机 然后录一条视频 以前录了很多视频都是通过抖音啊 那个微博进行传播 现在我在一些公共平台上的账号都被封了 所以今后录视频可能就随手发在微信群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也非常感谢你帮我转发到其他的微信群 或者给别的朋友看 如果你觉得我说的不好不对 或者觉得我说的很啰嗦 也欢迎随时跟我联系 提出您的批评和指正 今天这条视频呢 更像是一个介绍图书的视频 因为最近刚读了这本叫哈尔滨 是中国历史文化名称从书当中的一本 我在哈尔滨读过四年的大学 但是跟很多的大学生一样 上学那会就知道吓唬扯 对哈尔滨的了解其实非常的肤浅 反倒是现在年纪大了 经常去哈尔滨出差 然后对哈尔滨的历史人文 尤其是它的老建筑 表现出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刚刚也刚去参观过了 哈尔滨的叫铁路博物馆 因为这座城市是因铁路而起 因商议而兴 因国际化而闻名于世 书上写的是1896年 沙皇俄国跟中国之间签订了中俄密约 沙皇俄国窃取了我们在东北的驻路权 于是呢 他们就开始修建 从满洲里进来 到哈尔滨 再到海参崴 从哈尔滨再到大连旅顺的 这么一条中东铁路 从1898年 这个沙皇俄国的驻路队进来 到1900年哈尔滨的哈尔滨啤酒厂 同时也是中国第一家啤酒厂开始建设 到1904年的日俄战争 1917年的这个十月革命 短短十几年的时间 哈尔滨就从一个小渔村被建设成了 远东地区最繁华的国际化大都市 哈尔滨这三个字在满语当中 就是晒王场的意思 在沙皇俄国的驻路队进来之前 这个地方只有4000多人口 而到了二三十年代的时候 哈尔滨的侨民 外国侨民就已经达到19.6万人 比本地的汉族人还要多 有30多个国家的侨民在哈尔滨生活 有20多个国家在哈尔滨建设了领事馆 可以说哈尔滨是实实在在的国际化都市 也被称之为万国博物馆 当然了有那么多国家 那么多领事馆 那么多像什么老巴多烟厂 马蒂尔宾馆等等 也留下了很多精美的老建筑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看老建筑的人 尤其是去那种殖民地 半殖民地离留下来的建筑 比如说去上海 我一定会去虹口区住 在天津我一定会住在五大道风景区 在青岛会去八大关 其实殖民地所留下的建筑非常有特色 因为远离宗祖国 所以说在殖民地那儿的建筑师 设计师就可以尽情地开脑洞 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才华 在哈尔滨也留下了很多 像什么巴洛克式建筑 哥特式风格的建筑 还有哲中主义风格的建筑 因此这条视频 如果哈尔滨的领导能看见的话 我真的希望哈尔滨当地的领导 可以不用再花那么多钱 去修那些假的景区 那些仿古式的建筑 把那种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哈尔滨的老建筑保护下来 就已经是这座城市最美丽的瑰宝了 其实作为一个东北人 我们一直在想 怎么重新振兴我们的老东北 大家想了各种方法 好像也没什么特别有效的 每年国家拨了那么多钱 基本上拨给老国企 而国企用来解决那些历史性遗留问题 就已经苦不堪言了 于是我就在开脑洞 你说哈尔滨这座城市 当年就是因为多元的国际文化而本命于世 那么今天是否还可以重新依靠多元的国际化的交流 再次振兴起来呢 就比如说我在想 如果哈尔滨能够吸引两三万的俄罗斯姑娘 到哈尔滨定居生活的话 那哈尔滨的旅游业是不是一下就发展起来了 哈尔滨就可以成为东北地区的 丽江大理新的浪漫之都 这是我瞎琢磨的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干嘛不大胆一点去想象 谁能想象哈尔滨这座城市 从一个小渔村十几年的时间 就能够成为远东第一大国际化的贸易城市 如果说哈尔滨能够更加开放一些 能够更大胆一些 这本身不也是我们东北人的精神吗 再也就是很多小伙伴说 希望在口才啊 在社交方面能学点技巧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热爱的家乡和城市 如果你对自己的家乡城市的历史人文 风土人情 包括美食能够如辅家珍 那样在社交当中 在你跟女孩聊天的时候 不就能够处于一个非常优势的地位吗 你知道我老家哪儿吗 我老家河南 河南作为中原腹地 真的有好多的历史名胜古迹 你知道天子加六 天子加六是什么你知道吗 这话题不就打开了吗 所以作为一个东北人 作为一个在哈尔滨生活过的人 我真的希望我的家乡哈尔滨 能够再次展现出的魅力 也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 都去哈尔滨走一走看一看 我是秋实 很高兴认识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